花鱼洞大橋得獎的原因有哪幾方面 首先我們是顛覆了傳統的先拆後建這樣一個思路 先建後拆 我們的施工的安全性得到了保證 同時施工的工期上和造價上有很大的節約 第二點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橋環保做的特別好 因為這個地方是飲用水源 這邊是2級 那邊是1級 也是我們貴陽市的飲用水源 在5A級景區 可以說我們的環保是做到了極致 第三點美學價值 這個為了這個景觀的效果 我們把它做成了一個提攬工 花鱼洞大橋跟之前獲獎的橋有什麼不同 這個貴州橋樑有的最大的不同 我認為就是純本土團隊 我們這個橋的這個業主方 設計方施工方監理方 都是我們貴州人 花鱼洞大橋建成之後有什麼感想 評委給我們的這個股市塔夫獎 我覺得也是對我們全體參見人員最大的這個褒獎 現在我們貴州 我們貴州人在橋樑 在世界橋樑圈裡面的這個地位 目前貴州還有哪些橋在建 目前我們在座的橋呢 最著名的一個橋呢 叫花江峽谷大橋 六支到安隆這個高速公路上 它跨越的就是那個 那個花江那個大峽谷 那麼過去的世界第一高橋那是北盤江第一橋 五百六十五米 這個橋那是六百二十五米 從橋面到水面 那它的跨境是這個一千四百二十米 那麼就是說就是三區第一跨世界最高橋 目前正在建設過程當中 這次還有三十一百里的地位 就好 到最後一千五百里的地位